深入调查敲开真相的外壳 这水晶吗 我未骗你的 一万八 接调伪装 以亏谎言的实情 记者调查 这个故事 即将播出 温情融化冰雪 真心跨越陌生 执着探寻真相 坚持点燃希望 在悲欢离合的故事中 感悟值得期待的人生 热线十二十一特别节目 热度故事 好这里是热线十二十一特别节目热度故事 我是曹东 我们都知道鸡蛋的外壳非常的坚硬 只有把这个外壳给它剥掉 我们才能够看清里面的蛋清和蛋黄 大千世界里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 无法轻易就看穿的事物 只有给它把外壳剥掉了 才能够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就跟蛋有关 不过这蛋的来头要比鸡蛋大得多 视频上的画面是2015年7月27日 在广东省和园市江东新区的一个工地上 发生的一幕 这是当地人用手机拍摄下的 那些争先恐后冲向爆破后工地的人们 是为了什么呢 知道有这个恐龙化石 当时就是说看见附近一爆破 就有些村民在周围 每次轰炸这个石头的时候 石块的时候 我们周围都会有很多的 你在工地上见过吗 他们炸出的那个恐龙蛋化石 见过 普通的驴蛋 我们都叫驴蛋 普通 据当时在工地施工的工人说 从他们工地开工至今 只要放炮炸山 都会有村民和一些社会闲散人员 跑到工地里寻找恐龙蛋化石 据说这种到工地去拿恐龙蛋化石 在后来愈演愈烈 甚至还有人自带了工具 在人群哄强恐龙蛋化石的当天 也就是2015年的7月27日 有人向警方报案 何元警方介入 当时接警的时候 就说在我们辖区的胜利发言 发现有恐龙蛋化石 疑似 当时他们报警的是疑似 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出警 后来博物馆接到这个情况 他也派工作人员和专家过来 他们确认现场的就是恐龙蛋化石 2015年7月27日 广东省何元市江东新区的工地上 出现哄强恐龙蛋化石的事件 视频经媒体曝光之后 在当地引起轰动 关于恐龙蛋化石的保护问题 一时成为大众焦点 江东新区设施工地停工整顿 而涉及此次事件的相关单位 也各有说法 晚上放炮的时候放了以后 一个村民 当时又进入现场来找 比如说有些蛋皮 爆烂的蛋壳烂蛋 突发生事件的话 当然他就出来一批疑似恐龙蛋 疑似恐龙蛋化石 可能也是现场工作人员 可能说于日常的管理和沟通问题 恐龙蛋的古生物方面的保护 地下的保护工作 我们都就分工得比较明确 都是在我们国土部门 原来一直要求有 是我们管的 不是我们管 所以这块一直没调 没知不清 江东新区工地 混墙事件发生后 为了尽快追回 北混墙的恐龙蛋化石 7月29日晚上 河原警方和市博物馆工作人员 联合对江东新区工地 附近的村落 进行了执法检查 当晚河原警方 在江东新区附近的胜利村 一村民家中 查获上百枚恐龙蛋化石 那天晚上我们联合打击的是 总共是收缴了213枚 当年顺便我们还缴获了一具 那个鹦鹉嘴龙 那个谷歌化石 这里面有一万七千多枚恐龙蛋 现在这三个方格里面 有四千枚恐龙蛋 每一枚都有编码 是录入到电脑里面去的 对于此次警方收缴的上百枚恐龙蛋化石 河原市博物馆的杜馆长 一方面觉得欣慰 另一方面又很难理解 为什么有人会哄抢恐龙蛋化石 我们为什么发现那恐龙蛋 发掘恐龙蛋 把它灰射 就拆下它的科学价值 通过恐龙蛋研究 可研究很多东西 把恐龙蛋怎么灭绝的 以前的古人 古环症怎么样呢 对今天的一些地球保护与术末 接见意义 很多我们的科学价值在里面 还有当时我们恐龙蛋 以相对应的地层的告诈 当时是怎么样的 是吧 分射出很多东西出来 但你那个蛋 如果你当做经济价值 买回家去就摆在那里 这是个石头而已 它有什么经济价值呢 杜馆长认为 恐龙蛋化石的科研价值很高 但是并不具备什么经济价值 那么是什么驱使 视频上的这些人 去工地哄抢恐龙蛋化石的 有一些人说就是拿来收藏吧 好像就是说可以放在家里啊 辟钱之类这样子 收藏也有些人收藏 因为它是几千万年前的东西是吧 可能有点好奇哦 恐龙蛋就滴蛋差不多了嘛 比较大嘛 石头 据当地有知情的村民说 其实恐龙蛋化石不仅仅是有人收藏 更多的是拿来私下交易 为了拿到确凿的证据 民警乔装买主 最终抓获了这个贩卖恐龙蛋化石的团伙 在何远市的街头 除了有倒卖恐龙蛋化石的私下交易 当地还隐藏着恐龙蛋化石周边加工行业 除了有人专门生产恐龙蛋化石木材底座 还有专门生产相应的玻璃罩 保护膜等产品 但是因为定制这些服务的人 基本上都是单线联系 警方在查处过程中也很无奈 我们会根据说一个是群众举报 还有说平时我们掌握的线索 去对这方面进行不定时的侦查 就是悬查 更让办案民警感到无奈的是 他们在抓到涉嫌贩卖恐龙蛋化石的犯罪嫌疑人后 所面临的困惑 当时他们在准备贩卖的时候 被我们抓获 现场缴了七枚恐龙蛋化石 当时他们在贩卖交易的时候被我们抓了 但是最后 我们不能以贩卖恐龙蛋化石这个罪名来定他 贩卖盗局恐龙蛋化石的犯罪嫌疑人该如何定罪 这是办案民警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那么这一会儿困惑我们的韩室就是这个 黄龙蛋化石的一个鉴定工作 因为我们有关的司法解释和刑法里面 都规定了这个 古迹之动物化石 它这个走私啊 贩卖啊 这个盗局都有各种犯罪 那么具体刑法里面对于走私 文物罪里面有一款还规定 走私这个古迹动物化石的 按照这个走私罪来给它定罪量刑 那么这一会儿也是要很有 很必须要出去提供一个鉴定 鉴定意见 那么这个鉴定机构啊 人员啊 鉴定的一些一些具体的要求啊 没有明确的规定 恐龙蛋化石属于古生物化石 但是目前我国刑法的走私罪中 并未列有走私古生物化石罪 执法人员在打击古生物化石走私中 一次次遭遇法律盲区 而在具体案件的审判当中 也始终存在着古生物化石 如何分级等难题 这些难题不仅困扰着办案民警 也同样困扰着 和原市博物馆的杜严李馆长 他们遇到问题也就是我们遇到的问题 所以他们支持我们怎么办 我们要拿出这个法律依据出来啊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保护法的第二条 里面就这样讲的就是 珍贵的古籍之动物 以古人类化石 以文物一样受国家保护 那么恐龙化石 它是非常有科研价值的 古籍之动物就是无疑的 但是恐龙产的蛋 那就没有字面上的反映出来 是吧 那么这方面呢 那就就有个模糊的空间了 对于恐龙蛋化石的保护问题 陆馆长寄希望于地方立法 那么今年呢 我们合原室啊 就切好是 我们申请了我们广东省 具有地方立法权的 申请了一个地方立法权 这个困惑就 就争取把它 在地方立法方面呢 争取把它解决掉 对于杜馆长的这个想法 合原室国土资源局 地质勘察与环境管理科的负责人 表示赞同 那我们应该就是 最少我们在事业这层面上 给立法 来加强这方面的 来监管 管理力度加大这方面 通过这个的 就是最大程度的解决问题 就是转变这种方式 转变就是现在目前这种状况 2015年9月25日 广东省12届人大常委会 第20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 合原等六市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 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也就是说 合原正式成为广东省第二批 获得地方立法权的社区市之一 那么合原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能否满足恐龙蛋化石保护的需求呢 合原市人大常委会 法治工作委员会的主任 有自己的看法 国土文化 包括我们现在江东新西执法 这一块 由于他们没有拿到一个很硬的 一个法律法规来作为他们执法的一计 他们就会感觉到真正去操作的时候 有一点难度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下一步 真正要去地方立法 要怎么样在这个方向去努力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由于部门这一块来说 我们感觉到我们的部门都在努力 但是说实在的 由于现在自己的合原自己在这一块的特色 没有在法律上有所体现 也造成了一些混乱 这正是我们立法所需要去解决的一些情况 据合原市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介绍 合原市将会针对盗挖贩卖 破坏恐龙蛋及骨骼等化石的违法行为 加强恐龙化石保护方面的立法 在期待地方立法能够早日出台的同时 合原警方江东新区管委会 合原市博物馆 合原市国土资源局 以及江东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联合成立了保护恐龙蛋化石的巡查组 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对这个本身工地类 以及外围来的老百姓 对捡恐龙蛋的监管这些同志 只要发现有恐龙化石 不管是完整的好 也不完整的好 独药以利没收 以统一集中交给我们这个市博物馆 它那个是一片一片的有 只有一袋有两东西的有 两个的一有就一片 这边到不到这边了 那边有三个 哪里到了 没有没有 为了打击下区内盗挖 贩卖破坏恐龙蛋及骨骼等化石的违法行为 自2015年7月29日以来 合原警方例行的清查行动一直在持续 下区内盗挖贩卖 私藏恐龙蛋化石的违法行为明显减少 针对城东啊 这个地方恐龙蛋化石比较多的建筑工地 和公鹏和公鹏对恐龙蛋 对恐龙蛋化石进行其清查 合原警方在2015年的清查行动中 一共收缴进千架被非法盗杀及贩卖的恐龙蛋化石 交由合原市博物馆保存 对盗杰失常恐龙蛋化石的违法犯罪行为 其中会保持人打开示 目前在合原市的红沙盐中 恐龙蛋恐龙骨骼化石分布的面积 约有100平方公里 其中有多少化石流落民间不得而知 如何更好地对恐龙蛋及骨骼等化石进行保护 忍重而道远 恐龙蛋有很重要的考古价值 不过别有用心的人 又把它开发出了更多的利用价值 虽然有人相信它能够招财 也有人相信它能够辟邪 为了奇妙的功效 很多人不惜动用炸药爆破 来取蛋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而下面的故事里的这位主人公 虽然没有大动干戈 他却得到了很多的钱 而且这些钱都是别人心甘情愿给他的 我叫宋美渊 今年21岁 我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她今年5岁了 我今天来到这一刻对你说 就是想给我的女儿乐乐 找一个好的人家 我想把它送出去 我现在就是努力地活着 就是坚强地活着 其实就是为了看着乐乐长大成人 就是为了让她有一个依靠 我自己也有一个依靠 宋美渊的女儿名叫乐乐 今年5岁 乐乐平时乖巧懂事 母女之间的感情也一直很好 既然如此 宋美渊又为何要如此狠心送走女儿呢 在宋美渊的记忆里 自己与女儿乐乐的幸福时光 停留在了2013年 那一年宋美渊19岁 靠在工地做零工的收入 维持自己和女的生活 卸车嘛 卸那种大半挂车 那种水泥 然后就是38吨的车 那天是卸了两车 然后挣了200块钱 那天 现在现在那天 挣得真的是最多的一次 在这一年的冬天 宋美渊突然感到副帐 吃不下东西 并且经常浑身发冷 感觉情况不对 宋美渊急忙赶往医院检查 几天之后 医生给出了一个 让她无论如何 都无法接受的结果 已经到了尿毒症期了 她跟我说你得做偷袭 反正你只要是想活着 你就得偷袭 那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就是除了换肾 就是这辈子都摆脱不了 这个偷袭了 五岁的孩子 正是最依赖妈妈的时候 而宋美渊的身体 却一天比一天虚弱 她不得不开始考虑 如果有一天自己倒下了 年幼的乐乐 到底该怎么办 我觉得把她送出去 能够给她一个好的未来 这样跟着我 不是办法 自从宋美渊在媒体上说出 要送走女儿之后 乐乐就开始变得 极度缺乏安全感 铺了好几天 就是我去哪 她都跟到哪 她又说 妈妈你不能把我送走 我就得跟着你 然后就是我上个厕所 她就在厕所门口等着 在送走孩子的这个问题上 宋美渊遭到了 很多人的质疑和反对 一直在帮助母女俩的好心人 程军伟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我一听到她这个 说实话 我心里特别特别气愤 我觉得我帮你一年的时间了 我那么难我都没放手 我说你哪有资格放手 程军伟27岁 是石家庄蒲公英 手工团队的创办者 与此同时 她也是一名尿毒症患者 患尿毒症以来 程军伟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 为了不再给社会增加负担 她开办了一个手工做法 靠在网络上出售手工制品 程军伟帮助了许多人 几乎当时准备开店的钱 都用于她的身上治疗了 都用于她和乐乐了 那么现在初步估算 应该有五万块钱左右吧 再来到蒲公英手工团队后 宋美渊和乐乐的生活逐渐稳定了下来 一切似乎都向着好的方向改变着 而突然间 宋美渊提出要将乐乐送走 程军伟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以我个人而言 我是不愿意去把乐乐 现在就送人 一个出于我自私的内心 自己的自私的一个想法 再有一个实话实说 宋美渊现在唯一一个 比较大的信念就是乐乐 在程军伟的帮助下 宋美渊和乐乐的故事 很快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大批媒体蜂拥而至 而在人们关注这对母女的同时 很多人的心中也同样有着疑惑 宋美渊为何会拖着沉重的病体 独自照顾女儿 孩子的爸爸究竟去了哪里 此时面对媒体镜头 宋美渊给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答案 这是一个四年来 一直无法拨通的电话号码 号码曾经的使用者 是乐乐的亲生母亲 也是宋美渊的姐姐 宋美渊 2010年 美渊的姐姐结婚了 并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乐乐 为了能给女儿一个更好的生活 姐姐和姐夫决定去南方打工 将一岁的乐乐留在家里 交由宋美渊照顾 而宋美渊做梦也没有想到 姐姐这一走 就再也没有回来 在姐姐离开四年后 宋美渊决定带着乐乐返回老家 寻找姐姐的消息 由于已经很久没有人回来 这座破败的老宅里布满了灰尘 在这里我们再也找不到 姐姐宋美渊曾经生活过的痕迹 几经询问附近的村民都说 近几年从来没有见过姐姐宋美渊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一个邻居的说法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邻居口中的怀禄就是现在 石家庄市陆泉区 难道美渊的姐姐美渊 早已经回到了河北 那她又为何不与妹妹联系呢 就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 邻居接下来的话 再次让人们打吃一惊 按照邻居的说法 乐乐其实就是宋美渊的亲生女儿 从最初的带姐养女 到如今的隐瞒身世 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面对我们的镜头 宋美渊否认了邻居的说法 宋美渊说 其实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 听到这样的话了 宋美渊说 孙里很多人都误认为 乐乐是她的孩子 考虑到乐乐的感受 她并没有过多解释 而这也让误解越来越深 我有时候觉得没必要这样解释 就是轻者自轻吧 但是图里边这个真的是人言可畏 邻居和宋美渊 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 让乐乐的身世变得扑朔迷离 事情真如宋美渊所说的 是大家的一个误会吗 面对来自外界的质疑 宋美渊和乐乐的生活 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2016年3月21日傍晚 乐线12栏目记者 忽然接到来自成军委的电话 而这通电话让整个事件 再次发生了180度逆转 在电话里 成军委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联系上了美渊的姐姐 并且约了她第二天上午见面 宋美渊消失了四年的姐姐 竟然突然出现了 而让成军委气愤万分的事情 又是什么呢 在石家庄陆泉区海山公园里 我们终于见到了宋美渊口中 已经失联了四年的姐姐 而接下来让所有人 意想不到的一幕出现了 对不起 你别这儿 你先起来吧 不用跟我哭 你快起来 对不起 别哭 你快起来 我对外面说了 我让你别这么长时间 妈咪 对不起 你别哭了 你快起来吧 我不怨你 我不会 你真累 你快起来吧 乐乐是我的孩子 这么长时间让他替我背这么一个骂名 然后 让他待着 背着这么一个黑锅 挺对不起他的 他掏心掏肺地对我 换回来的是我这样对他 宋美渊说 乐乐的确是他的亲生女儿 而他之所以会一再隐瞒孩子的身世 是因为遭到了乐乐生父的威胁 乐乐他爸爸说过 我要是敢把他躲出来 就杀光我们全家 我也不想这么说 可是我也不敢把乐乐真实的声音说出来 这是我们两个的结婚证明 你们没有那个结婚证 有 然后去民众局就是开了一个证明 16岁左右 没有 后来才领了 后来为了给乐乐上户口 领证之后多长时间 他就消失了 所以他现在特别后悔跟我领证了 乐乐的父亲名叫许晨 在乐乐出生后 宋美渊就和许晨一起前往太原打工 然而宋美渊没有想到的是 这场浪漫的爱情 竟然是噩梦的开始 现在也好长时间不太明显 你看 这有一个咽头烫的 这是只留了这一个白 他经常就是在我身上 我身上就是咽灰缸 这是他就是一下子把我推墙上 然后这个胳膊就出现了 对 腿上 他经常会踹我的腿 这两个腿 这一片是没有知觉的 就是怎么掐怎么扣都没知觉的 被他踹的 他就是长期虐待 然后虐待加家庭暴力 就是身上就是打的那个 签一块紫一块的 还有那个用绳抽出来的那个印 在太原生活的那段时间里 稍有不如意 许晨就会对宋美渊拳脚相想 因为忍受不了对方长期的家庭暴力 宋美渊曾经带着乐乐 逃回过进行老家 是他老公 还有他老公的爸爸去接过 说了几句好话 那当时毕竟有孩子 我们就能劝他回去 就尽量回去了 他当时他给我下跪 保证再也不动手了 再也不打人了 回去好好带他们母女 我姐说你看 他这样肯定是诚心诚意要改的 然后真没想到 后来我姐就说 让我跟他走了 当天晚上回去 他就发了 再回到太原的当天 许晨就再次对宋美渊动了手 而这一次甚至连乐乐都没能幸免 打我俩 打我和妈妈 就是一下把我拆到屋子里 那妈妈呢 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铁丝 把手拔到后面 你怎么睡觉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也在身边 每天晚上睡觉前第一件事 就是我主动伸手 让他绑上才能睡觉 甚至 甚至晚上 他睡得 特别香嘛 然后 我想上厕所 手解不开 甚至都 尿穿 不堪忍受暴力 宋美渊再次选择了逃跑 而在这次出逃后不久 他便被查出患上了尿毒症 很快 丈夫许晨提出了离婚 喂 喂 你说我 我当时现在压力太大了 我不想 当时说 说是乐乐 是我那几天的黑大 你不 刚才 你好 我没有关系 你不用 不用 当初打我的时候 有能力吗 打乐乐的时候 有能力吗 这都多长时间 已经过去了 我做不大回事 你怎么把死里 打我黑的了 不行啊 那孩子不要 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了 你知道吗 你是谁啊 你别关系谁呢 你出报 我跟你说 你现在要离婚了 咱们都去离婚 我想过咱们都去离婚 走投无路之下 宋美渊只能选择向社会求助 而在求助后不久 他再次接到了许晨的电话 我们要是该对外公布注意 这个他是孩子的爸爸 他就是不承认 有他们母你俩嘛 他就把我们全家都烧了 房子给烧了 就让我们都不能安什么 后来就是有媒体 都是说想报道的时候 我也不敢说是我自己的呀 然后我说是我姐姐的 但是说我姐姐在呢 在哪儿 在哪儿 想想怎么可能 那自己的孩子不带 留给一个这样一身患重病的妹妹带 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所以我又说他找不着了 已经对媒体这样宣布了 所以后来也没有勇气再跟大家澄清 2016年3月23日 在结束了当天下午的透析之后 宋美渊带着乐乐踏上了前往太原的列车 三月的太原炸暖还寒 天空飘着犀利的小雨 在寻找了一个上午后 宋美渊终于见到了丈夫徐晨 看到宋美渊和乐乐就这样来到自己面前 许臣的情绪忽然之间爆发了 爸 你再说一句孩子不是你的 你咋给我说出来 你再说一句 他不是我力 他不是我力 我告诉你们 帮我站在那儿都说你们来小心点 我要接着他 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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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记者二十多分钟的沟通和安抚 许臣的情绪逐渐稳定了下来 经过协商 他终于同意 就乐乐的抚养问题和宋美渊单独谈谈 这一趟什么节目 他到现在都不肯承认孩子是他的 然后他说做亲子鉴定 做完亲子鉴定 孩子是我的 我管 孩子不是我的 我一分钱不会出的 好 这是他写的 你现在什么感觉 心酸吗 他对自己的孩子都这么狠 真的 天下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 从河北到山西 宋美渊和丈夫的这一次会面 竟然以这样无奈的方式宣告结束 拿着许臣写下的这纸承诺 宋美渊带着女儿乐乐踏上了回家的路 我带着乐乐在想别的办法 反正总是要自立起来 你觉得能够做到反正的那种事吗 可以 用信念支撑我 就可以 坦然承认了真相之后的宋美渊说 无论如何 他都要努力的活下去 为了乐乐 也为了帮助过他们母女的人 他将会坦然面对未来的舆论的风暴 我们相信当真相揭开的时候 是非对错 总会有人来承担 那今天呢 是我们十一特别节目热度故事的最后一期 感谢各位七天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明天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热线十二的最新节目 我们明天再见 家境贫困 他们却为实现梦想不懈努力 从我能干活的时候 就一点点一开始背得少 将来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来 养活我爸我妈还有爷爷奶奶 三年捐助 公益力量为他们插上翅膀 很正面很积极的高中生的样子 河北平山 扶贫基金会关爱贫困高中生 佟大为鼓励学生们完成学业 热线十二明日播出